知道 郭台銘好像對這個疫苗 非常的一個詞索 昨天講完以後還不過癮 青田剛剛講的 再丟出來 他說中間有個傳話的人 居然是李大維 李大維居然是說 大小姐叫你不要買了 這個真的是變郭台銘 最後一點白好吞 為什麼呢 因為郭台銘之前 掏了非常非常多議題 核能啊 然後詐騙集團 機器人大局啊 都沒有得到效果 反而變成反效果 所以現在因為幾乎就已經確定 下禮拜三就是要徵召侯友宜了 所以對於郭台銘 他說我這個時候一定要翻盤 你說我在17號之前想翻盤 他還想翻盤 對 他一定要翻盤 而且這個翻盤不是 把自己塑造成全民擁戴總統 而是把藍營這個 最戰鬥的戰鬥力量 韓粉 過去韓粉那些人 拉到自己身邊 變成他的敬衛軍 所以你可以看到郭台銘這幾天 就是要下猛藥 下猛藥 可是昨天我們就談疫苗這個議題 其實坦白講老皇曆了嘛 去年該教訓也教訓過了 而且現在疫情該過去的過去掉了 可是你現在還打在幹嘛 挑起那些仇恨蔡英文的人 拉到他的身邊嘛 來去做他的敬衛軍 或是他到最後跟朱立仁翻盤了最後的地方 其實可是我今天我最驚訝的是 他竟然把李大維給扯出來 跟李大維否認說我沒有幹這些事啊 對 所以說他郭台銘確定了這個戰略之後呢 開始呢昨天講疫苗是蔡英文擋的不夠 現在開始扯出了當事人啊 這李大維嗎 他說當時蔡英文請李大維來向郭台銘傳話 因為李大維當時是總統府秘書長 對 然後李大維又出身至藍營 所以如果要找一個人去跟藍營的人傳話 李大維確實是合適的角色 所以郭台銘今天加碼爆料 加碼爆料說 當時蔡英文請李大維來向郭台銘傳話說 叫他不要買疫苗 說大小姐不願意啊 故意還用了大小姐這三個字 就是江湖在稱蔡英文總統的純號嘛對不對 蔡英文的外號叫大小姐 所以江湖人稱蔡英文的外號就是大小姐嘛 所以郭台銘今天有高人在指點嘛 他做這些事情其實就是要 拎起整個社會上反民進黨的怨氣嘛 事實上民進黨擋疫苗是真的事情嘛 我們講了多久的事情 我們從以前 真的擋疫苗 我們是一直在追蹤的 我們一直在罵民進黨 所以這並不是新聞你懂為什麼 這是真的事情 我們罵民進黨那時候罵得臭頭 可是你知道嗎 我很多的朋友 本來沒有這麼討厭民進黨 我有很多是等於說 也算是對面來說很重要的人物 他們覺得他們對民進黨最不能忍受 你怎麼會在這種人命關鍵的事情 而且你在BNT黨的時候 你完全不在乎這個知識 你也不在乎這個真理 你完全可以胡說八道 你完全可以扭曲事實 你完全可以止路維碼 我很多的朋友都覺得 這個當時是他們對整個民進黨 這副絕對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且看出來說 他是非常刻意拋出這個問題 而且拋出這個問題 徐小星當眾錄音他是可以接受的耶 所以就我想這個意思 他堵進去了耶 對 這變成他最後的北厚湯嘛 為什麼 因為很有趣 他講的時候徐小星錄音 可是徐小星錄音有沒有經過郭台銘同意 我認為沒有 沒有嗎 可是再給徐小星一百個雄心爆紙膽 他也不敢在未經郭台銘同意的前提之下 把這錄音丟進去 換句話說徐小星把錄音丟出去 有經過郭台銘這邊的同意嗎 對不對 那換句話說 這東西就是主戰場嘛 所以對於郭台銘來說 他很清楚 下禮拜三 國民黨將提名侯友宜 我要如何掙脫這個不可抗力的因素 最後一碟白胡糖就是BNT疫苗了 好 所以董事長 剛剛講的 郭台銘到現在 還希望在下禮拜三 17號之前翻轉整個情勢嗎 他還希望代表國民黨來參選嗎 他現在把這個疫苗問題已經拉高了 他等於說已經正面對決 已經正面對決蔡英文 他正面對決蔡英文 而且把李大維拉出來 不是 李大維拉出來 他講的 昨天他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是可以被錄音 是可以把這個事情 等於說我已經跟你秀閉了耶 不過我覺得兩個候選人 都跟民進黨現在在執求對決 這個是對的嘛 兩個候選人 兩個 因為現在目前 何友宜現在在議會 被跟這個民進黨 黨團 對 在直接在衝突嘛 那這個當然對他也是加分的嘛 對不對 那郭台銘現在是直接跟蔡英文對決 所以這兩個都是相同的策略 對 都是用同樣的方法 再爭取到國民黨的支持者的支持 所以這個沒有不對啊 對不對 但我們現在回到焦點來談說 郭台銘當年的這段的這個公案 或是歷史 是不是有被這個民進黨阻擋 當然是有這沒有什麼好懷疑 當然有每天在講啊對不對 當時不是說只有郭台銘一個人 包括有台積電 包括有這個 慈濟 有慈濟 還有佛光山 都都淪落到佛光山出局了 對 佛光山出局 就是三家公司都命到相同的處境 尤其在最後的階段來講的話 這個最高當局並不希望讓他們介入 這也是事實 因為當時我本身等於說是個 我是個見證者 因為當時我在 你是見證者 對 我在那是7月的幾號 我忘記了 就最後的當天就是總統府要拍板 這個案子的這個正在猶豫不決這個階段 也就是說已經平臨失敗那個當口上 確實是台積電的法務長 寫了一封這個非常這個措辭激烈的一封信 然後寫給總統府 台積電法務長 對 寫了一封信 我在當天拍板當天 我有在一個機緣的吃下 大概早上八點多鐘 因為那一封 埃德美頓書是在三點鐘 晚上三點鐘寫好寄到總統府 大概是這個 半夜三點鐘 半夜三點鐘 我看到 我聽說是這個整個作業情況 大概半夜三點鐘 我大概是八點鐘看到了整個全文 整個全文 措辭非常激烈 措辭非常激烈 也就是說講難聽點就是撕破臉 你今天不拍板 老娘 老子都不幹了 就這麼回事 我就從早上八點鐘 等到了下午大概三點鐘 你等那麼久 我等到三點鐘 確定拍板要買 這個事情 我知道解除警報了 對 所以郭台銘今天講的話 基本上我認為是正確的 因為我有看到那一份文件 那份文件就從此沒有出土了 因為那是一個措辭很激烈的 對政府充滿了抱怨跟整個過程中的委屈 然後對 當然這個反面 就是政府搗蛋 就是政府杯葛 政府拒絕BNT 那後面一直不斷有小動作 我們就不再談細節了 對 就是你當天 我詳細那個日期我忘記了 就是那一封 那一封措辭激烈的寒件 而確實是由台積電的法務長 親自指筆的那封寒 這是確有其事 而且措辭非常激烈 確實平臨破局 郭台銘今天講的話 是應該是正確的事情 好 不過之後 雖然郭台銘剛剛講的 你現在打一個陳寗就完 你打一個勞梗 可是這次他打所有議題裡面 這個有回饋的 那就好好打啊 那我覺得他今天最妙的是 他今天吃不了三天飽飯 他今天把他講 連我都覺得 我怕死啊 警總要回歸 他到底知道什麼是警總啊 他到底知道警總人 台灣人有多害怕啊 不只是警總要回歸 警總要回歸 他還說里長要去做軍事訓練 厲不厲害 厲不厲害 不是你就好好打疫苗嗎 BNT我認為過時 他認為沒過 他就好好打 打出個大料 搞不好可以逆轉嘛 可是問題是 剛剛講那些東西 全部被郭台銘剛剛講 認為要恢復警總 以及里長要軍事訓練 全部搞掉 為什麼他其實原意是善良的 他說我現在老共很多怪招 所以呢我們最好用警總 因為當年警總其實是反共的 抓共諜的怪事嘛 我們最好恢復警總 恢復警總來防止共諜 可是問題是警總在台灣的名譽好嗎 不好啊 你乾脆說恢復警衣衛要不要 恢復東場 警總是台灣白色恐怖 最重要的這個始終遊者 問題是喔 警總這件事 在整個台灣已經臭掉了嘛 警總講出來 對台灣人想到的是白色恐怖嘛 想到的是行球嘛 想到的是頭髮水嘛 想到是電話部捶人 捶到吐血嘛 想到是幾大的怪事 但是很多家人是因為抓到警總 就再也沒出來過 但是台灣悲傷的記憶耶 你就算要弄一個特務機關喔 去反共 你也不應該取警總的名字嘛 就跟你不該講機器人去 你知道我就發現 他很多的感受 他很多的認知 跟我們一般不太一樣 對 他好像也跟有不有錢沒有關係 就是有錢人也知道警總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很奇怪 那對於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他犯過一樣錯 之前講機器人去打老共 就已經被罵過一次 因為機器人沒有問題 要講無人載具 講無人載具沒有人改喊扣嘛 美軍人才發展無人載具 就是因為瑞德在我們節目就講 我們現在帶水喝夠 放了很多 是可以自動操控的這個 這個什麼機關槍耶 對 可是問題是 你講機器人 我就想要鋼彈嘛 對不對 變形金鋼嘛 對不對 還有柯博文 柯博文嘛 這不對嘛 可是你講警總 我就想說行球嘛 我就想白色的恐怖 好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更誇張 他說叫里長去軍事訓練 因為你要打相戰 里長耶 我在想是里長耶 我在想是里長耶 里長耶 里長多少歲 六七十歲 七老八十啦 選舉過的都知道 你沒事不要去麻煩里長 因為里長平常事就很多 我有一次拜訪里長 拜訪三十分鐘 要不要三十分鐘 八個人來找他 你沒事不要去麻煩里長 有的是問他第一收入戶怎麼升級的 有人問他 周末要去哪裡出遊的 有人問他說 報名周末出遊的 有人問他說 你明天清潔最掃地的 更誇張的記者是什麼 叫里長幫他量血壓的 血壓記者拿著 幫他量血壓 里長還要量血壓 對 結果你現在叫里長說 去軍事訓練 要開槍 不是嘛 這就是民房 跟里長是不一樣 你可以組民房系統嘛 對不對 那怎麼會呢 民房系統跟社區巡守隊 也不一樣啊 升級有隊也去老揮啊 晚上的時候在那邊弄照燈 他連小偷不見的都打得過 他們其實就是有個人這樣子期盼 然後大家算是團聚一下 問題是你講里長去做軍事訓練 對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國長有沒有打 別人就好好打 你打出一朵花來 我們也會跟對不對 這是我們長期跟的議題 可是問題是 你不可以打完別人 忽然講說警總 然後講說里長去軍事訓練 就會歪樓嘛 打議題最怕什麼 就怕歪樓嘛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又歪樓一次 好 會這樣 我們一般人不說 像我就沒有跟過大老闆互動 我也不了解大老闆在心裡想什麼 你是最多經驗跟大老闆 你等於說你過去跑產業 你認識很多大老闆 大老闆我才發現這些大老闆 想的跟我都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郭台銘有一點不尋常 你知道 對這有點不尋常 我舉個例子好了 你知道警總 尤其是在台塑集團 王永在是遭警總行求過的 王永在被警總行求過 因為那時候有一段時間就是 他們就國民黨政府來台 然後就認為這個台塑集團 有一些相關的事情 然後他們就覺得他們有一點問題 然後就把他們抓去 結果就是是警總或者是 反正就是相關的單位抓去 所以呢就讓其實台塑集團 在政治議題上 向來是會維持一個距離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們會覺得像這種警總的單位 我們要不得不行 但是絕對不會是 你說不得不行 絕對要不得不行 但絕對不是一個 要把它回復 好像變成一個正面 它絕對不是一個正面的一個詞 你知道嗎 盡鬼神而遠之 對對對 然後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台塑集團後來 為了要去跟警總這一塊 就是特務單位 警總這一塊交好 維持一定的關係 你知道要做什麼事嗎 他把一些警總退下來的 或者是情報人員相關退下來的人 請到他台塑大樓裡面 當相關的高層 當門層 對 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他想說以後啊 如果說有一些投資案或幹嘛 得罪到了蔣家父子的話 我好歹有一個門路可以疏通 所以他真的怕到耶 怕到啊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 他們都會有警總這個詞 絕對不是一個正面子 對 如果說今天連 那個當時台塑跟 應該說北台塑 南齊美 南齊美嘛 然後就是他們那個相關的情況 當時如果都這種情況下 王永靖對於警總都要 敬畏三分 怎麼可能現在會有一個 那個郭台銘說 我們要恢復一個警總 所以我是覺得郭台銘的思維 確實是有點不尋常 對 第二件事情其實我們以前 也過去一直在談 我一直認為郭台銘會選到底 這我們兩個之前 都一直討論過這件事 你覺得他會選到底 我認為他會選到底 但是我這個整個想法 在今天改觀了 為什麼 如果他選到底 他絕對不會提警總這件事情 警總這件事情 已經是大失票了嘛 他怎麼可能 如果他真的要選到底 怎麼會提警總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認為喔 我覺得郭台銘 我自己可能比較陰謀論的想法啦 我覺得郭台銘 他這一次是有 賢富一些相關的任務 什麼任務呢 他就是要用BNT這些事情 不斷地來去背刺民進黨 要喚醒整個台灣社會 對於民進黨 當初BNT疫苗的仇恨 但他的第一目標 不是為了要選總統 不然呢 他是要幫助泛藍的人 贏得總統大選 他有這麼偉大嗎 不一定是偉大 因為他自己有一個87%的家產 綁在中國手上啊 所以呢 可能他想要他的83%的家產 或87%的家產 可以順利脫困 順利有一個完美 開始賣給中國的政府 或什麼樣的方式 給你解決掉都沒有關係 但好歹 他要為他自己的這個任務做 但是你說他真的會選到底嗎 我現在開始有點懷疑 因為他種種的措辭 或者是各方的言論加起來 有一個要選到底的人 不會去說一款話啦 好那另外就是 這很多的大老闆 因為他們在整個身工之中 跟我們一般老闆 其實真的不一樣嗎 確實是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 尤其是以郭台銘 你看那個禮拜天的那一天 那一天的肇事晚會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 愣住兩分鐘的畫面 你知道為什麼 會有愣住兩分鐘嗎 為什麼 因為我猜現場的情況 是沒有照照片 就是說這些大老闆 過往在集團裡面 關起門來就是一方之霸 就是老大嘛 你今天所有進行的方式 就是如果跟你當初講的schedule 或是當你什麼 不一樣 或是有一些出路 他就會想說不是這樣啊 所以他會當下夢了 你都要照顧來 所以你沒有發現 他第一句話講是 國旗國歌唱了嗎 就是說他可能心裡想說 國歌沒唱 沒有敬禮 沒有念國不疑訓 我就接不下去了 接不下去 因為跟你跟我報告的不一樣嘛 你當時就是跟我說第一步 要這樣第二步要這樣 第三步要這樣 你現在突然之間跟我跳到第三步 他有一點懵出說 現在是走到哪裡 這樣 不會變聰 你不能說他不會變聰 因為在他的王國裡面 變像是法郎要變聰 我叫你怎麼樣就怎麼樣 怎麼會是我變聰 以前坦素的集團 有流傳過一句話 王董會說的 不然有 就是絕對不會錯 王董會說的就是他對 就是他對的 有錯 就是政府的錯 不然就是下面人的錯 總而言之呢 老闆永遠不會錯 好